说到大稻城 第一个想的一定是买年货 但其实除了年货也可以买布 走进永乐商场 一捆又一捆的布料矗立在墙边 但随着产业结构改变 永乐商场的布业荣景不在 位于大稻城的永乐商场 是台北市布业的聚集地 也是大多数人买布的首选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 永乐商场的业者也做出了转型 缝纫机的声音穿梭在永乐商场间 小小的评述里 存在了许多老职人的回忆 他们亲眼见证了永乐商场的 兴盛与衰弱 应该都破亿了 现在有个四五百万 三千万就很不得了 因为自从台湾把产业 外移到中国之后 这个地方就没落 纺织业成一业 曾是台湾经济发展的重心 在1950到2003年间 产值达到了高峰 虽然现在纺织成一被视为夕阳产业 但还是有二代布商愿意接手家业 并且联合了大道城附近的布商 汇整各式各样的纺织面料 建立平台做出创新 这些布拿来建制一个平台 能够让设计师的货不会断掉 然后取得的东西也能够比较新一点点 建立平台后 不只能让设计师有更好的买布环境 也能结合更多产业人士 让台湾布业能够延续下去 开启新的篇章 记者吕威年婉轩采访报道 开启新的篇章 加启新的篇章